老師,我現在不要擋後的做個架子 要到這邊 可是我們走掌是,他從頭到尾都在動的 我到這邊,那我剛開始會想定點 我到這邊,把手擺在這邊 是在這裡嗎? 在高最高點還是怎麼樣? 他是一個完全不會太強勁 高興就好 一定好啊 開始練高,高一點嘛 要不懂? 有一點懂,有一點懂 當你有這個觀念的時候 當你有這個觀念 比方講 我從這個地方 我要到他的身上來 我的手要到他的身上來 我要做的跟我要想的 我如果到他身上來 我要到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想的就只是這個 我要操控的就只是這個 我的關節要怎麼移動 所以我要動的就在這邊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不要有慾被動作 如果他這個手在這裡 他的手在這裡 我攔他這個手我還要進去 所以我的最終位置 你告訴我 我的最終位置 是在這裡 你要做的 就是把這個關節 扳到那裡 就好了 對 因為你沒有想要用力 所以身體就不會 要做預備動作 不用 不用 那你說是不是會有力 有力啊 節奏這樣 對嘛 中間是不變的嘛 知不懂 關節之中的這些 骨頭不會變嘛 肌肉這些也不會變嘛 我把位置到位就好了 就好了嘛 真的要打他 是下一步 要不懂 老師中間是不是關節 指動關節的時候裡面是不是就會有寧靜 產生 寧靜是看你的關節要放放放放放在什麼什麼地方啊 寧靜的關節位置不一樣嘛 我的關節位置放在這邊自然有寧靜啊 我放到這邊就沒有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手出來要有寧靜的 我關節位置應該在那邊 我把關節位置放到這邊 這就有寧靜啦 這樣不懂 所以是不是我們只能放 不能想說我們刻意要再去寧就不行了 蛤 就是我們放了 我想說還可以這樣一個裡面動作就不可以 不行不行 某個角度移移就算了 所以我說在運動當中完成 曉得嗎 在運動中完成 所以你才可以 當我離他這樣我不是示範過嗎 當我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要 我要進去 這麼遠 我要進去 你如果想著我用什麼力量去串過去 都不行 都慢了 都慢了 你就想著我過去是要把我的關節搬到哪去 對不對 好 我這個關節要搬到那邊去 這個關節搬到那邊去 這個關節搬到那邊去 這手搬到哪去 你就只管搬就好 好的嘛 我的關節就翻 翻過來就好了嘛 這樣不懂 所以你不需要力由地發 或者什麼 什麼從哪發 不用 不用 這樣不懂 我們沒有去想 所以就不會有那個被動 不會有 所以那個進腳關節位置擺對 就會出來 你的架構對 關節位置擺對 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你最後要怎麼打 打他 你最後要怎麼打他 你要摔他 還是要打他 還是要捏耳朵 還是要幹什麼 那個是接觸到以後的視頻 然後所以套路就是在告訴我們 對的關節位置在哪 套路就是告訴你 怎麼去翻你的關 關節嘛 我剛才的 你看這種步 它不是都是在翻關 關節嗎 對 是這樣子趴上步 他把關節搬過去嘛 所以不是 這樣子嘛 嗯 不是這樣子嘛 看不懂 那你的頭腦裡只要人的關節 沒沒多少啊 沒多少嘛 要練習去搬你的關關關節就好了 看不懂 那要搬 那要搬也不會搬很很遠啊 你能搬多多多多遠 所以為什麼打拳 尤其打套路 你要打到定位 不要走出來 不要走出來 不曉得定位在哪裡 就晃過去 那個定位就是告訴你 關節到哪邊 嗯 那個姿勢就是告訴你 你的關節位置 全身的關節位置 到哪邊完成這一次 所以你的定位要準確 聽不懂 老師可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搬的時候 如果說有九大關節 你同時要搬 你又要想 他同時要在哪個不同位置 這有點難度吧 這有什麼難 自己講啦 才九大關節 所以老師 你在你的頭腦裡面 你就是想到九個我要放在哪裡 不要想啦 你在你自己身上 你還要想 你只要感覺他就好 哦 因為大部分的人 沒有感覺他 大部分的人 在動身體的時候 他沒有去感覺他的關節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動作是怎麼做 做的 懂得嗎 然後一有目的性 一出來 就用力了 他以為要用力 是不是 他以為我從這邊到那邊 我從這邊到那邊 我一定要有什麼力量 我才可以從這邊到那邊嗎 對 其實不用啊 哈哈 其實不用嘛 不是說地心引力在那個地方嗎 你給他就到了 對這個就是鬆 你才能鬆 你才能鬆 鬆啊 對 這樣你才能鬆嘛 對對對 這樣我懂 吊起來才能鬆啊 聽不到 這樣懂嗎 撐起來不會鬆嘛 撐起來不會鬆嘛 好 你放到位 你的髖關節鬆掉 放到位 你就在吊著你的大腿 這樣不懂 你的膝關節放到位 你就在吊著你的小腿 小腿